HELLO 大家好 今天要來介紹的是工廠模式 工廠模式中有 簡單工廠 工廠方法 跟抽象工廠 那今天要來介紹的是簡單工廠 首先準備了一些文件 來把它打開來看一下 你先有一個Web的專案 把Ctrl打開 來看一下第一支程式 第一支程式 首先你在學簡單工廠之前 你要一些底子 你要了解ASP.NET MVC 他是怎麼運作的 第一點 第二點 你要一些物件概念的底子 第三點 你要懂的介面怎麼使用 就是Interface 你要有這三個底子 然後來 來聽這個你才會聽得懂 首先稍微介紹一下 因為 不需要讓你 讓你一定要去讀懂程式 大概直接概率告訴你 這支 這支就是你在跑的組程式 這支就是你在跑的組程式 Ctrl在跑的時候 會從 資料模組那邊拿資料過來 然後他會 這裡第一行是在講說 這裡是Home Home Controller 然後這支程式 這支程式 這個view 他是Index 所以就直接 對他命名 這個名稱 HomeIndex 然後 他是viewmodel 所謂viewmodel 就是 他在model一下 暫時把它放在這裡 因為如果分成架構的話 他會是 他會被移出去 來看一下 這個viewmodel有什麼 viewmodel就是說 在 這個 這支組程式在跑的時候 他只能 他最後return一個 一個介面 一個檢視 一個檢視 出去的時候 你只能攜帶一個 一個 model 就是一個資料模型出去 那通常 通常如果你要在頁面 層面上 你會顯示很多資料的時候 你不會只丟一個物件內容 然後你就會命名一個 是給這個檢視看的model 叫viewmodel 然後viewmodel裡面 可以包含很多種model 這 他就是一個 資料集合容器包 你把很多資料東西 丟到這個 容器包裡面 然後你再把整包包一起打出去 這個是基本 MVC在運作的概念 好 第一行就是說 先把 這個初始化 已經初始化完了 來 第二行 這個 這裏就不用管 裡面就只有給它一個屬性 它是一個message 只是來傳遞文資訊 就主要是來簡化 後面要講的事情 先把這個關掉 來來看第二行 第二行 宣告一個 Store A 一個 店面A好了 把它new出來 實體化出來 店面A是什麼 店面A是這個 把它點開來看 來看一下這邊 店面A這裡的情況之下 只做 一個功能 這個功能實際上 在做什麼 就照上面描述一樣 To do something 做某一件事情 做某一件事情 把它回傳的只是 是這個 something 這是一個介面 它是一個物件 它是一個物件 那具體內容 在裡面它是這樣 就是說 我先宣告一個 物件 一個叫 something 什麼東西的物件 給它一個名稱 然後把它new出來實體化 然後這個物件 會做幾件事情 會做 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 第三件事情 就是input 然後做什麼 然後最後再輸出 然後 最後你會return 這個東西回去 這個東西它是 你是宣告成 這個介面的 然後你會把這整包物件 打出去 打出去的時候 你就會回到這裡 你就會回到這邊 所以 然後你在組成是這裡面 你會宣告說 你以這個物件為基準點 然後你給它一個名稱 然後它是透過 這個商店A 做某一件事情 to do something 你是做這支function 你會做某一件事情 然後把它打出來 然後打出來的時候 這邊就是 你前面view 你要顯示的東西 然後舉例來看的話 如果去看一下 view 你可以在這裡按右鍵 這個區塊點按右鍵 然後前往檢視 去看一下它做什麼 這個view是很簡單 沒有什麼東西 就是一個訊息 然後跟一個區塊顯示的東西而已 真正要顯示的東西是顯示在 這個區塊內 這個區塊內 然後這個區塊是來自 你載入的這個 這個資料模組 這個資料模組已經是 被做成一個viewmodel 就是一個容器包 好 這個容器包 model點 這個message 就是剛剛提到的那個屬性 就是它只是展現出一些訊息而已 好 大概大致上知道 這樣就行了 先把它滾掉 所以 這一支程式就是說 我宣告一個容器包 然後我在宣告一個真正 要執行的核心東西 這兩行 這兩行 真正要執行的核心東西 然後把它 它做某件事情 它做什麼事情 它做了這三件的事情 一二三這三件 這個命名是什麼 不用太在意 你只要知道 其實它是做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 第三件事情 這樣就行了 實際上來講 你真正你在寫code的時候 這裡面是 光這件事情 裡面就會做你的細節 那當然就是 看你的需求是要做什麼 它才會去 做 它現在這個只是 只是一個代稱 代表說 我做 這個物件做了三件事情 沒 就是這樣子 要很簡單去理解這件事情 因為 今天主要要講的是 工廠模式當中的 簡單工廠 它是怎麼來的 好 那首先來執行 執行看看它 它執行出來的時候 它會是這個模樣 顯示結果 這個 to do something 做什麼事情 做某件事情 然後做 做第一件事情是這樣 這是做第二件事情 跟做第三件事情 為什麼呢 你來看一下 這裡的話 你這是一個界面 界面 然後 這是它的 那個實體代表 這個界面透過 透過這個實體代表 把它實體化 它就是這一個 它就是這一個 然後這裡面寫什麼內容 就是 就剛打 input mac 跟output 第一件事情做這些事 然後第二件事情做這些 做這些事 第三件事情做output 這些事 只是一個 只是拋出一個很簡單的序 反正你只要知道說 它是 做第一件事情 做第二件事情 做第三件事情 就行 你要這樣子看 它會相對的簡單 問題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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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說 如果說 今天 今天這是你的顯示的結果 但是 如果你 你的功能增加了 你的功能增加了 來這個時候來看一下那個 第二個 第二個 你的功能增加了 好 那個 第二個部分 但稍微講一下就是說 我宣告一個 自傳陣列 然後給它丟上個內容 上個內容 然後我在用隨機讓它跑 在用隨機讓它跑 然後跑的時候 跑的時候 執行到這行 只要這行就是 我用個商店B 商店B其實是商店A改出來的 然後現在只是 把它整理出來 另外一支 讓你比較清楚了解到 他們的差別在哪裡 宣告一個商店B出來 然後再 做某件事情 做某件事情 宣告一個物件 商品 某件事情 然後讓商店B去做這件事情 然後再DIO參數給它 這個參數就是 上面宣告這個 其實 這個只是 只是 只是在 你介面上的 操作方式 其實它就是 有點偷懶 講話一點就是說 今天你有提出某種需求 然後你有一個類似 一個下一次選單 然後下一次選單 有三個選項 那你選到什麼的時候 你底下這個內容會改變 你這底下內容會改變 然後這種寫法只是 來縮短 這個功能的 表現方式而已 就是透過這種簡單的方式 來顯現 好 那麼 回到這邊的時候 你來看一下商店B做什麼 商店B 你現在寫進來 你原本把商店A的部分 你宣告一個新的物件 然後它做三件事情 然後就把它跑出去了 到商店B的時候 商店B是從商店A改出來的 就是說 你今天客戶需求 有多了幾項 幾項說 今天 你要做 做Type1 第一個 第一個類型 那你要 呈現第一個類型 第一個類型的話 那你今天要做Type2 就呈現第二個類型 做Type3 就是呈現第三個類型 然後 因為你這邊 你一開始這個物件是 宣告介面方式 介面方式的話 你是可以被 被 實體類別 所替換掉的 講白點 這支程式 其實它是對 對介面 做設計 不是對 不是對 需求做設計 這是一種 一種寫法 所以你要有 那個 Interface 這個底子 你才會懂 那相關無線的話 書上跟網上都找得到 好 來看一下第一個 當你選到Type1的時候 你會執行這一支 你會執行這一支 這是他的實體化 那這支做什麼 這支 做很簡單 他就只做這三項 比起你剛剛一開始的 這一個 這個是全部嘛 那你現在 要把戲分說 當 你就想像說 當使用者 他用一個下達式選單 然後選到第一項 第一項的時候 他只做這個內容 大使做這個內容 那回到這邊來看的時候 你還有另外兩種 就是Type2跟Type3 你把這個也點開看 跟這個點開看 第一種做這個 然後第二種做這個 第三種都做這個 然後他們的特點就是說 他們所執行的Function都是一樣 只是最後產生出來內容不一樣 最後產生出來內容不一樣 這意思就是說 他們都做同一件事情 但是 最後結果是不一樣的 那實際來看的話 他就是 實際來看 他會 會是怎樣的現象 因為 做這個還是要有一點 內容 就對了 半例二 來看一下這裡 那個 第二個 這是 index2 index2的時候 寫隨機的方法就是 就是 你只要按一下重新整理 他就會改變 然後你把 你想要說重新整理 就等同你 你選一個下一次選單 然後選到不同的項目 然後他會執行不同的結果 你看 這次是選到Type3 他會顯示這個結果 你把它重新整理 隨機到Type2 他就會產生這個結果 那現在重點是說 你已經 你當需求改變的時候 你有三項需求 改的時候 你來改這個 讀程式 然後你去改寫 改寫你真正在直寫 核心直寫的那一個 就是店面B 好那今天如果 需求又再度改變了 情況之下會怎麼樣 來看一下第三個 你第三個部分就是說 來這裡打開的時候 你同樣 你這次的需求 選項變了 你原本是1 2 3 然後改成 改成1 4 5 改成1 4 5 然後 這次用店面C來看一下 Store Store C 來看Store C Store C 是從Store B 改出來的 這意思是說 當你今天需求又改變的時候 你額外增加 4跟5這兩項 然後2跟3 不要 2跟3 可能可以說是 4是從2變來的 然後3 5是從3變來的 然後你就可以想說 把這兩行做起來 然後就說 其實這兩行是變成4跟5 然後因為需求改變了 但是 他們要做的事情還是一樣 就做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 可能第三件事情 這樣講起來好像有點抽象 如果 這樣想好了 假設 今天這個議題叫做製造手機 製造手機好了 那製造手機可能還會做幾件事情 然後大概用3件事情來估算 這件事情 這種情況 那麼 你在修改需求的時候 你就可以把 把這個物件看成說 其實他就是先 他就是先生產手機出版 那 這個叫做生產第一款手機 然後這是生產第二款手機 跟第三款手機 跟第三款手機 第四款還有第五款 然後你在第三次修改需求的時候 第二款跟第三款已經不要了 然後你會有第四款跟第五款加入 然後這 這就是你整個在執行的內容 然後 你們都做同樣的事情 你只是 物件改變了 你被實體化那個東西變了 好那來看一下 第三種 放第三的部分 他有Type 1 來重新整理 有Type 4 有Type 5 來 注意看 他們 都不一樣 但是二跟三已經不見了 所以這是 你修改過後 的執行部分 好那最後再來看說 最後一個 最後一個當中 有七種 這次需求的功能增加你有七種 來看一下那個 電面珠 電面珠做什麼 電面珠的部分的話就是說 你把 原本 原本一開始 這是你寫的一個核心的 核心的 核心的 執行程式嘛 然後 這個 電面B的時候 它被變成 變成 因為 系統 需求 改變 然後你添加 幾種方法 添加三種方法 讓它變 第三種 電面珠的情況之下 是說 你原本就有三種 但是 需求再度改變的時候 你會把 不要的拿掉 不要拿掉 然後 你新增新的方法進來 今天要講的 簡單工廠 主要部分就是在這裡 就是說 下面這隻是你的主城市 下面這隻是你的主城市 你的主城市已經把它改寫成 你懸告一個物件 然後這個物件透過一個工廠 來製造 然後這個 這個工廠的部分 就是在上面這裡 上面的話就是 你懸告一個 你在這個物件 這隻 你這隻主城市裡面 給它一個屬性 然後 你懸告一個簡單工廠 出來 然後你在實體化的時候 你在實體化的時候 你把這個 簡單工廠 把它New出來 把它實體化 然後 這部分的話就是說 對於你這個主城市來講 你已經不用動 簡單工廠的部分就是 你把你主城市裡面 會變動的地方 剝離出去 然後剝離出去的時候 你透過 類似像工廠製造產品那樣子 會有個產線在活動 你把主城市裡面 然後把這個 這個物件先做出來 那 這個物件出來的時候 你才會做其他事情 就好比說 其實這是一個賣手機的店 然後你要決定 生產出哪一隻手機 都沒關係 然後生產出來的時候 你在做後續的什麼 什麼 裝裡面的零件啊 然後一些也有的沒有 然後最後再輸出這隻手機 拿去賣 那來看一下簡單工廠這裡 簡單工廠是這一隻 把它點開來看 這隻裡面就是說 你尋告一個物件 這個物件什麼事情都沒做 你只是 你只是在尋告它的實體化而已 然後實體化的情況之下 就是 當你的 你的Type 1 到Type 5 這裡 你有五種 五種 這種 方式可以 把它實體化 儘管 儘管 儘管你在 你在外面這個控制器的時候 你有七個物件 你有七個物件 然後 它裡面就只有五個可以變 那這個意思是說 你就算你這邊再怎麼加 也不會影響 如果你要讓它想像的時候 你就直接 在底下新增就行了 現在有七種嘛 所以你可以在這裡 再新增一個 六 六 當然你這個要有六 這個要有六 那因為現在 現在實作只有這五隻而已 然後他們分別就是做 不一樣的事情 剛剛有看過 一到三嗎 四跟五 它是顯示 這兩個內容 反正它的內容不一樣 就是根據你的需求不一樣而改變 然後實際來看一下畫面就是說 範例式這裡 直接按重新這裡 重新這裡 這個動作只是簡化 你用下來式選彈 選到某個動作 然後按個確認送出 的意思 它Type-7 它Type-7沒有選到 它就會拋出一個 不清楚要做什麼的內容 差不多就是這樣 那簡單工廠其實上 它是一個寫程式的習慣 不能說是 不能說什麼 但是 這個概念 在後面會很重要 因為 後面 有機會再講其他 的工廠模式 然後你會瞭解這種 強大之處 當然 首先就是 基礎要先打好 這是必然的 這邊 剛刨出的這個結果就是 如果當這個 商品 這個物件 這個物件 沒有 沒有把它 實作出來 然後就會刨出一個 額外的 額外的內容 重點 再提醒一次 你一開始 你做了一個 執行的內容 然後你這個東西 會做 會做幾件事情 然後 舉例來說 這裡面 實際上它做三件事情 來代表說 它做這件事情 那 當 客戶需求改變的時候 你會希望 他們 做的事情 都一樣 做的事情都一樣 然後但是 誰來做這件事情 就變得不一樣 因為想像說 第一個人做這 做這三件事情 然後 這次 這個人 這個人休息 沒來請假 然後第二個人 再做這三件事情 然後 當需求再度改變 例如說 這次客戶需求說 這三個人當中 沒有證照的 不能做 然後另外 另外 加入兩個有證照 所以 你就可以想像說 這兩行是沒有證照的 他已經被拿掉了 然後 新加 這兩位是有證照 然後他還跟第一位 三位一樣有證照 可以繼續做 然後 然後 第四次 第四次 在改的時候 在改的時候 你就發現說 你從 第一次 第二次跟第三次改過來 改到第四次的時候 你 你所要做的事情都沒有變 你只是 對象變了 所以 你要把 會變動部分 剝離出去 把他剝離出去 然後剝離成 這一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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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代表 你實際你要選 誰去做某件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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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的對象 這邊是會變動部分 然後他被剝離出去 然後他剝離出去之後 你就靠寫法改變 來改變這隻 講白點 當 你在做 你寫到這種情況之後 你用這個 電面組 來執行 to do something 做某件事情的時候 你已經不用打開 你的組程式碼 因為你的組程式碼 完全沒有變動 你的組程式碼 完全沒有變動 這些都不要看了 然後你只要來看說 你組程式碼 當中可以選到誰 然後這個 一開始宣告這個東西 雖然他是簡化 其實你就可以想像說 這個 sa type 他其實就是說 1234567 這7個資料就是來自你的資料庫 你的資料庫可能有這些資料 但是 你所呈現的結果 你只要呈現 12345 選這5種狀況就行 選這5種狀況 然後你來把它實做出來 那如果你要做第6種跟第7種的情況之下 你只要參考 隨便這一隻 右邊這5隻 右邊這5隻 12345 隨便 隨便 隨便參考一隻 然後你就 有樣 有樣學樣把它實做出來 然後你就 產生一個新人類別 然後新人類別 然後他要做什麼事情 然後你再分配給他 這樣就行 這樣就行 這意思說 這意思說 如果你們今天是一個team 在做一個時候 今天有個人把主程式洗好 那你今天客戶要改個需求 對不對 那個人就不用特地再去改什麼程式 因為 他接下來要做的事情就是 你就算不會程式 你也會做 因為其實你只是改數值而已 然後他只要寫好一種模式 你剩下的部分就是 你只是來把 某一種條件的情況之下 的某一種東西 來把它寫出來 把這個 這個物件創造出來 這個文件創造出來 然後他就可以把它實體化 以上這個就是 工廠模式當中的 簡單工廠 大致上就是這樣 謝謝各位 謝謝